大家这里是阿聪的频道 现在在英国的威尔市 这个地方叫斯王喜 它是这个英国我觉得算是三线或者四线 甚至是五线这样一个城市 六线七线到不过分 本集要拍摄的内容是关于这边的物价 就是一百块人民币 大概能在这个英国的这样一个小城市 能买多少东西 这是欧文 他是在这边的朋友 一百块人民币呢 就大概是相当于11磅 按照现在的汇率 然后我可能会买一个我自己版本的一百块人民币 然后他也会买一个他的一百块人民币 然后来看一看这个本期的我们买的这些东西 有什么不一样 你在这边生活一个月 就是田径下来哪个月能换多少钱生活费 一般吃喝拉撒 然后再加上社交就两千左右吧 在国内也是两千左右 在这里会稍贵一点 人币 我有的朋友他比较喜欢买衣服 就会花的比较多一点 我基本每顿饭都自己做 我在国内花的跟我现在花的差不多 这里是四王级的市区 小城的市区一条步行街 我们接下来去一家矿餐厅 宣传打开之后这个稍微贵点的汉堡啊 就五磅六磅 但是你如果瞧到下面的时候 这下面还是有这个更便宜的1.19磅 我之前吃的这个是0.99磅 我记得涨价了 买两个 刚拿了这个汉堡 这汉堡呢 其实是挺小的汉堡 你拿两个 这个汉堡里边啊你看 它里边是很简单的 就是一块小的肉饼 然后加在这个汉堡里 然后放一点酱 就这样 特别简单 1.19英镑 好像怎么样 嗯不错 还可以 看这种汉堡呢 在这种英国的就是 不管是大城市小城市 价格都是一样的 这边是一家大型超市 来这买一点东西 它这个四磅 四磅有八块牛肉 嗯 我们刚刚吃 去麦当劳吃的汉堡 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 够厚实一点 所以说在英国 自己一个人做饭 成本万 嗯 嗯 七磅 在两磅 能买这么多 七磅 99pens的披萨 就一磅 一磅的披萨 一磅一个披萨 这个我的实力 放上这个小的 55匹 就是一磅能买两个 这是你要买的第一个东西 对 这种米52pens 我第一次 我这次买了 尝一下什么味道 我这次买了 尝一下什么味道 来 拿两袋 这么多啊 这有这个鸡蛋 平时这一个鸡蛋 平时这一个鸡蛋 大概就是 0.2磅 对吧 这边有个特价鸡蛋 就是 0.1磅 80p一盒 咱们拿两盒 然后英国呢 它这边有四大超市 在我看来啊 刚才去的是其中一家 然后现在我们去另外一家 这个超市是奥迪 奥迪是我觉得 这四大超市最便宜的一家 这个 89pens的菠菜 这个能吃三顿饭 那也不能连续吃 父母说 菠菜连续吃多了 所以 甚不好 我打算买一些土豆 这些都是 这是最便宜的2.5公斤的土豆 是1.25米饭 这是另外一个米饭 52pens 你为啥又买一份 对 我试一下这两种米 哪种好吃 然后我买了个 pepper 这多少钱 1.35磅 然后买了个 鸡酥肉 这多少钱 3.69 3.69 然后接下来我想买个 买个啤酒 啤酒呢 英国当地特色的 有Cider 就是苹果啤酒 这是另外一种 叫IPA的 我没尝过这个 Cider 感觉有点腻了 想换一种口味 然后看了一下 那款是英国产的 但是呢 现在我们是在威尔士 我觉得呢 就尝尝威尔士当地的啤酒吧 这有威尔士的旗子 买一瓶这个 然后再买一瓶那个 这两个威尔士当地产的啤酒 这两个东西加起来是3.38英镑 这边的牛奶 特别便宜 就是你这个两磅多 你能买三瓶 但我们那儿还有点牛奶 所以暂时就不再买牛奶了 我主要是不在有啥区别 右边这个更便宜是吧 我买个这个 这是英国特色的牛肉球 牛肉丸 这是2.19磅 买个这个 这个有锅做一块 就能吃 这个就是 一大利面 这就 0.28磅 超级便宜 但是那边家里已经有了 这0.8磅 这里边总共是10个渣鱼 这个挺实贵的 我之前买了 这个今天他来买这个 你是这个稍微超了一点 我是还差了0.2磅 我就不买了 回去吧 我的就是大概就是两个汉堡啊 再加上两瓶啤酒 然后2.5公斤主豆 12个鸡蛋 两个鸡蛋 还有这个肉 肉丸 然后你的就看着就更丰富 更多了 我对 然后两道蔬菜 然后四道鱼 四道鱼 然后四道鱼 然后四道鱼 然后两道鱼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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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炸鱼 还有炸鱼 还有这个鸡胸肉 还有这个火汁的 嗯 然后这个 这是我们 我们每个人的100人民币 在这个英国小城 威尔什的酸汐 还挺多的 这么一看还挺多的 谢谢 快点快点 谢谢